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道家常红烧排骨 新鲜的排骨先来焯水 排骨凉水效果 加一点料酒去腥 排骨让它煮 先来切一点玉米 切好的玉米放盘子里备用 排骨煮开一分钟 把它捞出来洗干净 现在开始来炒糖色 锅里放少许的油 倒入冰糖 冰糖炒至早红色 倒入排骨 排骨均匀的果蛋黄色 再来放入桂皮香叶八角 一起炒香 还有两个干辣椒 一个蒜拌 把它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要多放一点 再来放一勺盐 一勺生抽 搅拌一下 再放入爱吃的里面 盖上盖子煮三十分钟 已经煮了半个小时了 汤汁快干了 再加一勺鸡精 开大火收干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好香 装盘就可以开始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 红烧排骨就做好了 味道咸香 排骨鲜嫩 做法也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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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